新北国中生遭到同学割警案,震惊社会。 有家长团体前往教育部递交抗议书。 而对此,行政院在昨天召开了校园安全会议, 邀及跨部会与地方政府讨论校安机制。 聚焦在少年从少年关护所、少年矫正学校离开, 重返校园时,如何借接辅导等议题。 校园不安全,校园不安全,家长团体集结教育部抗议, 不满新北国中生在校内遭到割警死亡, 让许多制度性问题浮现,家长团体批评, 涉案少年从少官所出来,就直接回归学校, 结果发生憾事,成为校园未爆弹, 质疑少年收容有漏洞,也质疑现行的教师辅导 与管教学生办法,矫枉过阵, 让教师绑手绑脚,根本无法检查私人物品。 绑手绑脚,老师根本不敢动,一动就被投诉, 所以造成现在学校基本上完全没有办法去执行 这个安全的一个检查。 家长团体未身亡的国中生默哀, 并且递交抗议书,教育部折重申, 已经着手订定相关标准流程, 让教师人更安心辅导管教, 而行政院已陆续邀请司法院, 六都地方政府等单位, 召开校安机制会议, 共同检视从少官所返回学校的学生, 是否需要中介教育等的改善做法。 以中介的教育的规划,希望在后续里面是比较以多元, 然后也能够适应到县市还有个别学校, 接受这些学生的同时, 也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提供最好的一个协助。 大家已经有共识, 此外,与会者也反映了现行管理办法中, 致爱难行的部分, 并且触及校安辅导人员不足等问题, 而在部四澳将邀及家长团体等单位, 就现行管教办法, 进行讨论, 希望能设立明确处理的标准流程, 让教师也能得到保护及支持, 也还给学生一个安全的校园, 记得综合报导。